我現在先看先講這個趙少康啦 我認為就是說 大家說趙少康是豬隊友 我倒是覺得還好 因為他幫他自己加分是加的很多啦 包含他的跟年輕人的互動 跟他的曝光度 確實他這一波是加了 自己加了非常多分 自己加分 那我要說 太常侯友誼 其實這個賀龍的節目 我自己也常看 我也喜歡看 因為他有很多的地獄梗 我舉例來講 上次黃國昌上去的時候 他就唸著腳本 BL的劇本 照著唸 柯醫師有沒有 忽然間鋪上來 吸了我的喉結 我全身舒麻 那我在想 那趙少康上賀龍的節目 也沒有什麼這種地獄梗 結果趙少康照鏈 說 你大聲的 喊叫我戰鬥欄三次 小溪姐不要喊我來喊 叫我戰鬥欄 叫我戰鬥欄 叫 好好好 那我全場就大笑嘛 所以我認為就是說 現在趙少康肯定是跟鬼拿藥單嘛 為什麼 因為他發現說完了 我們國民黨好像不是有年輕人歡迎 他想要拉近年輕人的歡迎 但他使用了非常多方法 為什麼 因為他就是急於想要突破柯文哲 然後去復刻韓國瑜的旋風嘛 所以其實他一直在 這個所謂大家看的辯論賽 你會發現他講的都是段子 不管是什麼牛排館啊 或者他講五月天什麼什麼叫段子 就是你會知道很多人在talk show的時候 他講話都是梗 但他不用負責任 所以趙少康他忘了自己是副總統啊 你不是賀龍嘛 對不對 那重點來了 他還說什麼 太樂視的事 其實我覺得中廣的地位也很奇怪 因為其實太樂視要邀請 這樣所謂的西洋知名的 這樣子的這個超級天后啊 對超級天后 其實不可能是中廣啦 一定是什麼叫做 因為他們有亞洲代理人啊 很多都是港澳人士啊 我自己也清楚 我也有開貨會啦 那絕對就是說 趙少康他在辯論賽的時候 嘴巴講太快 他甚至他認為說 因為太樂視他是年輕人喜愛 所以我就說 他把自己當成所謂talk show的人來 他把他認為說 我講太樂視就表示我很樣 我還認得這個女天后耶 在座的人都沒有知道 都不會有人知道太樂視嘛對不對 可是我趙少康是金桶我知道 我知道年輕人喜歡太樂視 所以我要想要邀他來演唱會 但是我覺得他講的最大的禁忌 其實國外的藝人是不喜歡 談到所謂的政治 確實有地緣的問題 絕對不是政治 而且更何況 1月8號 蔣萬恩就要宣布說 最後決議的結果 那他們有沒有要來開演唱會 那其實他那個是一個巡迴 我就說 所有西洋的藝人 都是因為在亞洲巡迴 然後臺灣可不可以來這邊 就是日本跟香港中間有個空檔 那幾天他可不可以插進來 甚至還有新加坡嘛 所以趙少康他想要讓大家以為說 是我中廣 根本就不是 然後會不會破局 那全部都是跟行程跟預算有關 那怎麼會跟趙少康說的地緣政治 而且他講政治兩個字 我覺得是非常的不妥當 日子失言 因為我在講 就是說土地爭議的問題 大家會發現柯文哲 他在辯論上的時候 他應該是大炮火啊 而且他又有所謂黃國昌的這個低潮嘛 第一個黃國昌的低潮是沒借給他 所以他沒有哏啊 他辯論為什麼沒講 第二個土地的問題就是必考題 為什麼柯文哲一直咳一直咳 然後還哭出來對不對 那最重要的重點是什麼 隔天他太太說 沒有我們那土地 其實是要做開心農場的 對 你怎麼會買一個種出車子的開心農場 你至少要去買一個能種出蔥的開心農場 更有趣的是柯妹妹還加碼說我那個土地 我是想要蓋佛堂 然後也哭了 也哭了 對啊 所以你去想 蓋佛堂 那個師父不用找 現成找柯文哲就好 對 所以我說真的 2024 就是實踐柯家人夢想的時候 為什麼 怎麼說 就讓我們的師父回家鄉 完成爸爸的願望 讓柯美蘭的佛堂裡面也有師父 師父也有信徒啦 三千兩百瓶蓋佛堂 都可以蓋像佛光三亮了 對 然後剛好柯文哲現在也想要除暴安良 一直去抱他那個土地嘛 除暴安良 除暴安良啦 那那個土地我想他修復完成之後 他也會回去也可以種田嘛 所以柯家人的野望就是2024 我相信他一定也可以完成 因為我在講就是說很多人 不能這樣講那黃珊珊今天怎麼講啊 小女孩說他希望柯文哲當總統耶 人家那個淡水阿嬤現在變淡水小女孩了 對那重點小女孩他沒有投票權啊對不對 那我要重點來了 我要講很多人都感到訝異 你柯文哲說要處理土地的時候 第一天他的直播 五天我就要把他完成 五天就要把他完成 結果真正去辦的時候公文申請一天 到現在說你怎麼不繼續 他說沒有 我要有這個運土的人啊 要什麼時候 所以這個沒辦法 沒辦法那麼快 我就問你一個問題 他是一個要選總統的人 他怎麼那麼沒有計畫跟規劃性 他不是在講他最喜歡就是SOP 對我覺得更不應該就是說 處理他土地的人是誰 居然是新竹市黨部的主任主委 也是新竹市的議員李柏章 很奇怪 你把眾家的我們女性的這個幕僚 還有他他家人都當成是柯文哲的保姆 你把男性的這樣的結束的議員 當你家的圓丁 你不覺得這樣很奇怪嗎 對不對 所以我最後還要講一件事情 當趙少康講一句話 他說郭台銘連 郭台銘我聯絡都聯絡不到 對 其實你反過來去想 為什麼趙少康講這件事情 我們就回來講 在封關民調前的邱毅說 郭台銘有跟他聯絡 然後講出所謂民調很接近這樣子的言論 我就問 這是不是柯文哲為了要防氣保的假消息 因為郭台銘沒有接任何人的電話耶 你覺得他會打電話給正義兄弟嗎 這是一個問號 為什麼趙少康強調說 郭台銘沒有接電話也沒有這消息 所以我覺得以上 大概就是這陣子就是柯文哲害怕被氣保等等的效應 4秒